大家好 我是劉國昏 香港的土地嚴重短缺 房屋供應出現斷崖 現在非熟地興建住者留意 最少需要十年的時間 原因是涉及繁瑣擁場規劃審批過程 因此我認為政府應該要考慮 對城市規劃條例進行全面檢討 將擁場的程序化繁為簡 加快造地建屋的速度 對上一次檢討這個承規條例 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 近年很多主要的持份者 也多次促請政府作出檢討 我們認為政府可以考慮通過多種方法 加快規劃的 包括授權一些專責的小組 涉立一站式的審批機制 或者參考國外的經驗 引入臨時許可的做法等等 就著這個加快規劃過程這個議題 明天我會在立法會大會上面 提出口頭質詢 歡迎大家一起關注 共同速政政府是急市民所急 重新檢視房屋發展的程序 2020年度年度漢字選舉又到了 你覺得哪個漢字最適合形容2020年呢? 快點卡進來看看我們年度漢字選舉網頁 投選你心水的漢字 贏取豐富禮品 快點叫朋友一起參加吧! 啊!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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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